贫困 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 实现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提前十年实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 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 做出了重大贡献 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 在共同生产生活中 创造并传承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现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 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认定四级非一代表性项目十万余项 现有二十四节气 中国书法 兴趣等四十二个项目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策 入选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在中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人民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社会实践 对促进社区、群体和个人实现生产性就业、洗面工作 创收和可持续生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非一减评实践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 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非一减评工作格局 政府层面 制定专项文件、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 并统筹东西部协作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差距 社会层面 高校、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一减评 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市场层面 积极开展消费减评 让产品消得出去 让贫困地区人民现实获益 非一攻防是做好非一减评的重要抓手 脱贫攻坚期间 遵循因敌质疑原则 各地集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非一资源禀赋 选取富有特色 面光亮大 是于带动就业 有市场前景的非一项目 发动相关部门、企业、院校等各方力量 共同建设非一攻防 通过开展技能培训、生产销售、宣传推广等活动 将分散的传承人聚集起来 在保护传承非一的同时 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 目前 在脱贫地区共设立非一公坊 近1100家 这些公坊 为当地的脱贫攻坚贡献了重要力量 石兰镇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 苗族在这里占到85%以上 苗族对于这里的妇女们来说 是最容易上手的记忆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在家门口 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 我们就选择了苗族刺绣 作为产业的主体 创办了这个工坊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486个签约绣娘 其中有132名贫困户 是做好费衣剑屏的关键环节 各地把培育非一减贫带头人作为工作的重点 激发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加大培训 明确任务 持续推进 大力宣传 以点待面 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通过实施中国非一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 帮助贫困地区传承人群进入院校学习 累计开展盐培超过1170 累计培训学员超过10万人次 涌现出一批带贫成效明显的盐培学员 成为当地非移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带头人 呈现出培训一个带动一片的良好局面 涌现出一批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的优秀带头人 我多次参加了文化和旅游部在上海北京等地 举行的非移研培班 然后学习了设计让我对非移的研发设计 发展传承有了一个新的概念的理解 回到家乡以后带领了周边的老百姓 一起来学习族编技艺 带动我们当地的留守妇女 异地搬迁户、贫困户、残疾人等 就近、就地、居家就业 然后目前的话每户的增收在2万元左右 然后也让我们赤水竹编 成为了我们乡村振兴的指尖监技 我是一名竹编手艺人 通过对竹编技能的学习后 如今所掌握的竹编技术技能比较多 能够编织出竹丝扣瓷、竹编花器等 非移的竹编产品 学习竹编技能后 我不用外出打工 能够在家就业 既能够照顾家庭 也能够增加家庭的收入 现在我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也会继续把这门竹编技术技能 传承发扬的更好 拓展非移工房产品销售渠道 是做好非移减评的关键节点 调动企业、电商平台、行业协会等 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协同发力 帮助贫困地区销售非移产品 提高非移传承人群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在中国成都国际非移节、中国非移博览会、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等重要展会上 设立非移减评专区 支持各地利用传统节日、节庆活动 在A级旅游景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开展线下销售活动 支持各地和电商平台举办非移购物节活动 帮助非移工坊和相关企业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据统计,2022年非移购物节活动覆盖了334个脱贫线的1480余家非移店铺 销售额累计超过20亿元 让广大人民群众现实从中获益 这个是10号链接、15号链接 我已经点击这个了 皮雕技传承人乔雪老师开启了直播介绍他的非移皮雕制品 整场直播总计线上成交了超过10万 据我们统计仅有超过5位传承人能够实现百万收入 同时并有超过40位传承人他们有了百万粉丝 确确实实地帮助一些传承人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广泛的宣传传播是做好非移减评的重要支撑 非移减评工作中 各级各类媒体赴各地采集了传承人和贫困群众 通过传承记忆实现脱贫致富的生动事迹 用事实和数字说话 用人民的切身感受说话 吸引了高校、企业等社会力量 广泛关注和参与 提高贫困群众的积极性 激发了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新创造活力 形成了社会各界共同推动非移减评的良好氛围 他们的背景也会提到 他们的医生如果经历起来 他们的医生和事实行 这些人已经败身于 云里和创新的医生 带境予权 在被订阅你带占杜斯 以来负责人 海责华 我们的创新的医生 起来 中国的非以减评立足本国国情 坚持弘扬核中共济 团结互助美德 坚持求真务实 教真碰硬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非以减评方案 中国在非以减评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 丰富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内容 为人类利用文化资源开展减评探索了新的路径 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分享非以减评的经验和做法 为推动全球减评事业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贡献力量